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发布的预防优先次序调查2024年版报告 将八项情境列入第一级风险 有三种情况发生几率高 而且可能严重冲击美国利益 另外五种发生几率中等 同样可能严重冲击美国利益的风险情况 其中就包括台海危机 报告指出 台湾地区2024选举前后尤其危险 影响涉及美国和其他区域国家 据了解 美中为台湾地区爆发危机 在2019年首度被该智库列进报告后 连续两年被归类在第二级风险 2021年1月起 报告将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爆发严重危机 调升为全球潜在冲突中的最高级别 今年已连续第四次 针对该报告将台海危机列为第一级风险 国民党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候友宜6号表示 其实这几年很多国际媒体都在报道 全世界有四个地方是最危险的地方 其中有两个地方现在已经爆发战争 就是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 另外两个则是朝鲜半岛 台海两岸都很紧张 兵凶战危 这个报告是延续几年下来大家一致性的看法 侯友宜还指出 如果赖清德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后果不堪设想 赖清德 说来说去 他就是一个务实台独工作者 你台东 你会引战 你要投引战的赖清德 还是保两岸和平的 投友宜 投你的孩子 不要上战场 赖清德也好 民进党也好 说他们当选是和平的 战争将到最低 这是我今年听到的最大的笑话 兵役从四个月变成一年是谁搞的 如果赖清德一月十三号当选 不必等到520 台海立刻紧张 不管在军事上 在经济上 在政治上 都立刻紧张